本土疫情持續維持兩萬多例 醫師徐秉毅引用歐美研究推估 台灣在九到十月 會有一波BA.4、BA.5感染 醫師沈正南也分析 接下來每天新增 都不會超過三萬例 如果超過三萬例 那就是BA.4、BA.5在社區先起流行 如果超過三萬 那確定是BA.4、BA.5已經流行 而且是已經流行一陣子 九月才會把這個曲線再次拉高 內政部公布統計 上半年累計死亡數首次破十萬人 今年六月死亡數兩萬一千零三十三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四千多人 首度單月死亡超過兩萬人 台大國發所教授薛成泰 分析指揮中心公布 六月染疫死亡四千多人 但今年六月整體死亡 比前年同期增加了七千多人 顯見染疫死亡仍然有黑數 他這個醫療障礙 不但限制了我們染疫的人去就醫 也限制了一些非染疫的人去就醫 所以造成這個超過死亡 台大公衛教授陳秀基表示 台灣六月超額死亡達到百分之三十 如果不改善醫療量能緊縮問題 將無法回到常態生活 七八月超額死亡可達百分之十到十五 無法清零也必須減災 完全不踩煞車 導致累積新冠死亡率 已經超過了 比台灣更早開放的日本跟新加坡 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人禍 專家邱淑蒂認為 台灣四月啟動防疫新模式 沒有考慮醫療應變量能 沒有做好藥物及快篩試劑等準備 才會造成超額死亡比例高 記者李琴 王一仲 台北報導